我李军之前就说过,俄罗斯是考古式科研 时不时摇一摇苏联的尸体就能掉出来一大堆高科技的东西 技术放到现在都不算落后,比如顿一太空机炮 它是人类起今为止,唯一一个在太空进行过实际射击的机炮 比如顿二太空导弹,俄罗斯藏了几十年生怕被别人发现 而这一切的起源就是金刚石计划 冷战时期,美苏在太空展开了激烈竞争 美国还提出了星球大战,把太空当作战场 而苏联为了保护自家空间站的安全 研发了用于自卫的轨道飞行器防御系统 只是该项目属于绝密 我们只知道苏联的空间站带有武器 但武器到底长什么样,不清楚 直到2021年,俄罗斯红星电视台主动公布 太空武器的清晰影像与大致性能才被曝光 这期视频,霍力军就来聊聊苏联的绝密项目 苏联时期的太空武器都是基于金刚石计划研制的 这个金刚石计划主要执行情报、监视和侦查任务 为了避免被美国发现,一直隐藏在礼炮项目中 考虑到空间站会被美国反卫星武器攻击 苏联从一开始就计划武装金刚石空间站 1973年4月3号,苏联的金刚石一号军用侦查卫星站OPS-1 被一枚UR-500质子火箭送上轨道 苏联对外宣称为和平用途的礼炮二号空间站 直径4.15米,重量20吨 不过入轨没几天就因为船舱漏气而失效报废 1974年6月25日,金刚二号空间站OPS-2 也就是胡有人的礼炮3号被送入轨道 该空间站的内部主要设备是一套马脑仪光学侦查系统 据说可以生产分辨率3米的地面照片 不过重点还是太空武器 苏联在金刚石二号站的前端安装了盾一太空机炮 名字虽然听起来很牛 但实际上就是图22上R23M机炮的变体 作为有史以来射速最快的单管机炮 每分钟可发射2600发子弹 但上太空时为了减重 装弹量只有32发左右 为了让机炮在失重环境下正常射击 R23本身肯定也进行了相应修改 但具体是怎么改的目前并不清楚 没有详细的解密资料 能确定的性能并不多 只知道口径14.5毫米 有效射程3到5公里 可以由地面遥控射击 不过怎么改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太空射击 1975年 金刚十二号在无人职守的情况下 进行了一次地面遥控射击靶星的试验 在测试时 以850米每秒的出速打了20发子弹 传闻击毁了几公里之外的靶卫星 但到底有没有击中 谁也不知道 估计大概是能命中的 在炮弹速度几百米每秒 距离目标几公里 同时目标尺寸在米量级的情况下 就不必考虑重力和轨道问题了 只要按直线做好瞄准 且目标不做机动 命中率会比地面上的类似情况高很多 几乎是必重 太空中开炮 只要在有效距离内 炮弹的精准度和存速性都比地面高 当然 不管重没重 盾一都是能记在苏联族谱上的 这是人类唯一一次用机炮在太空打靶 算是星球大战的初代武器很有意义 只是初代这俩字也就意味着性能有限 盾一是苏联第一款太空武器 问题很多 或者说在太空中使用这种热武器 本身就有点不搭 机炮射击产生的冲击和后座力 不仅可能会损坏空间站 还可能导致空间站以无法预测的危险方式飞行 所以 为了抵消太空中开炮产生的后座力 对空间站姿态的影响 盾一安装在金刚石2号的头部侧面 并且在开炮时 空间站还会开启与机炮后座力方向相反的推进器 而且盾一安装方式为固定式 不是旋转炮塔 航天员需要利用瞄准锯和姿态调整火箭 来转动整个空间站 才能让机炮瞄准目标 操作起来很麻烦 同时还有散热的问题 热量只能通过三种方式消散 辐射 对流和传导 在太空中没有空气可以帮助热量从枪管中排出 辐射也太慢 而传导的结果是整个枪会烫得要命 所以苏联又研制了盾二太空导弹 从命名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款以自卫为主的武器 当然具体怎么个自卫法 那就得由苏联人定义了 盾二太空导弹 导弹尺寸不大 目测长度在一米左右 最大直径在30厘米左右 由四部分组成 从左往右分别是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自旋姿态稳定系统 战斗部以及导引头 从结构来看的话 除了鱼鳍状的自旋姿态稳定系统以外 盾二太空导弹的结构组成和常见的导弹结构 并没有太大差异 这其中最有看点的 当然还是子弹式战斗部 盾二太空导弹的战斗部 由96枚子弹药组成 子弹药在接近目标时 会直接散开 形成弹幕对目标进行碰撞拦截 杀伤方式为硬杀伤 听说这种子弹药 可能还带有推进装置 不过红星电视台 没有对其推进装置的工作方式 进行进一步说明 但不管怎么说 就自卫效率而言 盾一显然不如盾二 只是很可惜 盾二没在太空试验中 盾二是为李炮四军事空间站 也就是金刚师三号站研制的 原计划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太空 不过后来 金刚师军事空间站项目取消 金刚师三号的发射也被取消 配属的盾二太空导弹 也未能进入太空服役 只能被当作黑科技 放在博物馆展览了 总的来说 苏联当初的想法是好的 但二者在太空中的作用 其实并不大 热武器上太空 光卫星上的散热就够工程师烦的了 而且这类武器还需要解决后座力 体重过小的卫星无法携带 就算体重更大的空间站 也同样会因为没有受力点 被后座力影响 轻者偏离轨道 重者甚至造成结构性损伤 曾有苏联专家提出 给空间站配置反冲的引擎 结果会导致重量上升等问题 同时太空中用实体弹 对弹道计算的要求太大 除了向前向后 还有向左向右 所以太空肯定是激光武器 或者磁轨武器的天下 当然这东西苏联也搞过 为了解决过热和后座力的问题 苏联搞了一个战斗激光空间站 极地号 由礼炮设计局研发 长度约37米 直径4.1米 重量80吨 携带了一套总功率 100兆瓦的激光器 以及配套的雷达和光学瞄准系统 可以自动跟踪 并瞄准目标航天器 并在几秒钟内将其烧毁 只是激光号体积太大 只能靠火箭驮着发射 1987年5月15日 极地号巨型激光卫星首次发射 这也是苏联史上最强大的 超重型运载火箭能源的首次发射 极地和能源在110公里高空进行分离 但由于一个电路发生了故障 重达80吨的极地 并没有进入预定的低轨道 最后 这次发射变成了一次弹道式飞行 极地坠入了太平洋 没能入轨 除了这盾一盾二 极地号 苏联还搞过用于攻击 敌方宇航员或者卫星的激光手枪 就当前的资料来看 当时苏联一共研发了三种激光手枪 都没有明确的信号 一款白色 一款黑色 一款迷你版 银白色的是用核式弹侠供弹 黑色的是用古形弹下供弹 这两只大的都有更高的功率 甚至能在20米的距离上 烧穿敌方宇航服头盔的观察窗 并且使其致盲 另一只袖珍手枪外形的激光手枪功率较小 并不能烧穿敌人宇航服 但却能有效破坏敌方卫星的感光元件 毁坏其光学系统 不过激光手枪这东西 科技含量有点高 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有人推测银白色的激光手枪内部 是一个红宝石激光器 早在1960年 就有人做出了体积小巧的红宝石激光器 而苏联对激光手枪的要求是体积小 并且具备毁坏敌方光学系统的能力 也就是使用这种原理 才能在控制体积的情况下 保持较高的可靠性 使用的子弹也是一个谜 估计是某种化学闪光剂 或是超高能放电电池 激光手枪在1984年才研制出来 不过这个时候 苏联就已经砍掉了金刚石计划 虽然民用空间战计划还在继续进行 但激光手枪这东西 没有进入轨道进行测试或实际使用过 毕竟压根用不到 而且性能也不达标 苏联没能力继续研究 激光武器到现在也没几个国家能玩转 特别是这种小型化的难度更大 苏联解体之后美苏的太空竞赛也告一段落 这些武器基本上都被封存 就算是之后再有太空军事竞赛 激光手枪或许会重出江湖 但盾一盾二肯定是没戏的 就跟火力军先前说的一样 太空一定是激光武器的天下 激光一直都是星球大战的标配武器 像盾一盾二这样的常规武器 就算升级的再先进缺点是避免不了的 比如后座力 但激光属于无质量的攻击 发射出的激光基本不会产生后座力 可以在不影响武器态势的情况下发射 还有在连续输出这方面 激光武器只要有能量 就可以持续攻击 没有后座力 没有装弹限制 攻击速度快 适应能力强 激光武器可以说是完美的太空武器 科幻电影中的激光 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幻想 还有天机武器 作战和打击能力都很强 一旦研制成功 可以彻底改变世界战争格局 也是激光这种定向能武器优先 只是激光武器的研制难度很大 需要尖端的技术和庞大的资源投入 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国家宣布 拥有可以在太空中使用的激光武器 甚至说地面上使用的都还没搞明白 就比如美国 在半个世纪前就看上了激光武器的特点和优势 但用了40多年的时间 仍无法将其投入实战应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美国就已经开始着手研发各种天机定向能武器 这其中不仅包括激光 而且还有电磁 粒子 X射线和准分子等多款定向能武器 换句话说 美国开发激光武器的时间至少也有40多年了 直到现在才处于即将推出此类武器的边缘 这也是苏联那时把自己搞没的一部分原因 美国当时提出星球大战计划 与苏联在太空领域展开竞争 目的就是将苏联引入太空武器军备竞赛 并拖垮对方 结果还真成了 苏联在当时搞了不少黑科技 结果都没什么用 投入不仅大部分都打了水漂 甚至还损害了本国的经济基础 加上深陷阿富汗战争 经济就更烂了 国内经济低迷导致动乱 最终导致解体 原本用于星球大战的太空武器 也都被封存 到现在也没什么用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像顿一顿二这样的热武器 能在太空中使用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下期见 4 4 2 5 4 5 4 5 5 谢谢观看